各位姊妹,今年是2021年,香港羊言基金會是大約第16個年頭 回顧過去的15年,我們由一班康復的姊妹連同一些醫護人員 一起去推動香港羊言基金會為社會的服務 我們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方面當然是推廣預防健康教育 以及呼籲篩查,第二方面就是陪伴我們不幸患上羊言的姊妹 走過這條不是容易的路,第三方面就是通過我們羊言的研究 去看到為政府或者持份者去提倡一些應該怎樣去改善 我們羊言的治療和預防的措施 第一方面來說,怎樣去推廣預防健康教育和篩查 我記得我們在成立之初,當時剛剛政府出了一個政策 我們香港的女士,其實我們的癌癌患病率很低 我們不需要像西方那樣做全民的篩查 如果做預防X光都不好做的,因為沒有數據 到今年,我們看到我們特首的施政報告 都說在2021年的上半年,希望衛生署可以推出一些措施 而政策上,所有的婦女,不同風險的女士 是應該要考慮去進行預防X光造影的篩查 包括有家人有事的,可能要每年做一次 就算沒有家人有病的人,他們有一些高峰因素都應該去進行篩查 這個在過去的15年,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我也很開心,我們經歷了這麼多年的努力 終於都見到政府是有一些政策上的改變 是可以說,順應我們的民意 第二方面,就是我們講乳癌病人的服務 在我們初初是一些義工去陪伴一些人 去幫助他們去走這條辛苦的路之後 慢慢我們形成了我們有一個乳癌病人支援的服務 除了是一些心理和情緒的支援之外 我們也拓展了很多,譬如是淋巴水中的服務 以及一些需要打化療,或者是電療 他們的準備功夫,或者是家人怎樣去照顧病友 這些我們都提供了很大量的服務 在這方面,我也要多謝我們會的職員 以及護士、專業人士的幫忙 才可以這樣成功 第三方面,就是我們乳癌的研究 我們初初在成立的時候 亦都沒有數據知道 究竟香港面對的乳癌和外國有沒有分別 所以我們成立了乳癌資料庫 過這十多年,我們都看到 其實我們見的乳癌,或者我們香港女士患的乳癌 其實跟西方人沒有分別 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期數是比他們差的 我們多數人第二期 我們都看到問題在於 其實我們的篩查率是很低 因為政府不推動的時候就沒有了 既然第十六年開始 見到政府有一個政策上的改變 我都希望我們日後 就算不幸患上乳癌的病友 都可以病情輕一些 早期發現 亦都可以輕鬆走過這條路 來年我們怎樣呢? 我展望未來 就是希望我們的會 能夠為更多的乳癌病人服務 能夠更多的女士 喚起他們對於乳房健康的關心 及及早做西茶 我相信我們可以更上一層樓 啊